接著就要開始進入我們的公式了 這是我們未來計算上會用到的 不過學測到目前為止沒考過 比如說電位差 簡稱叫做電壓 就是兩點之間一庫輪 在兩點之間的電位能差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電位差 我們就稱叫電壓 單位是伏特 一庫輪如果在兩點之間相差一焦耳 我們就說它的電位差叫做一伏特 一伏特 1等於QV 完全正確寫法是Delta1等於QDeltaV 因為我算的是電位能差 所以是Delta1 算出來的是電位差 所以叫做DeltaV 但是呢我們平常就給它呼嚨呼嚨就過去了 叫1等於QV就可以了 我們沒有那麼計較1點QV 後面減前面 後面減前面 就是我們的計算公式 所以未來我們有一個算電壓的方法 叫做1等於QV去算 不過這件事到目前為止學測沒考過 學測考過I等於T分之Q 學測有考過 但是沒有考過E等於QV 目前為止沒考過 就是所謂的電位差的意思 電位差的意思 所謂的電壓的意思 就是一庫輪 相差一焦額 叫做之間的電位差 叫做一福特 電壓就是驅動電荷流動的原動力 為什麼電荷會從A點跑到B點 因為這兩點之間有所謂的電位差 有所謂電壓 就推它推過去 所以我會告訴你 讓你觸電的是電壓 電壓夠強它就會流過去 推得過去它就會讓你觸電 所以讓你觸電的是電壓 電視你的是電流 好 那我們剛才跟你講過電位能 電位能的相差 可是問題是我們說過了 對鎮電跟負電而言 它的能量高低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那要怎麼辦 我們就規定要用鎮電做主 鎮電為準 鎮電為準 鎮電就很正常 鎮電就很正常 什麼叫很正常 高電位就高位能 低電位就低位能 就跟我們那個重力位能一樣 比較高位能就比較大 比較低位能就比較小 所以鎮電正常 高電位高位能低電位低位能 那表示負電怎麼樣 不正常 高電位反而低位能 低電位反而高位能 大家高低位相反 正電很正常 高電位高位能低電位低位能 然後呢我們就這樣算就好了 就是1等於QV 就是Q有多少 你的E有多少 E就是做功能能量嘛 功能就等於能量功能原理 所以用這樣來算就可以 用這樣算就可以算出來了 就1等於QV 就把它淡進去 公式 1等於QV 就算完了 你就知道分了多少 雖然學測目前為止沒考過 但是你還是要會算 就這樣怎麼做 Equal的1交額嘛 所以1等於QV 就是1伏特 那Equal的2交額呢 1等於QV 就是2伏特嘛 那兩庫的1交額呢 1等於QV嘛 0.5伏特 就是簡單的運用 簡單的運用 這個是1等於QV的做法 1等於QV的做法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運用就可以了 那麼 因為我們電位能差定出電位差 所以我們講過 我們沒有辦法 確確實實知道一個地方的電位能 我們只有電位能差 所以又表示我沒有辦法 只能算出一個地方的電位 我只能算出所謂的電位差 電位差 但是因為我們在國中 都沒有去好好的仔細去計較這件事 可能就是直接算得還沒有OK了 就沒有想到他到底是電位的電位差 但是我們算的實際上是電位差 電壓 然後呢 又下個0點嘛 又下個0點 那通常我們可以把電位的0點 就像電位能的0點 電位能是0 電位能就是0 你不讓定也可以啦 不讓定 那我們講過對國中生不重要的是 我根本就沒有教你哪邊電位能是0啊 沒有要跟哪邊電位能是0 OK 那不是有個正電跟負電嗎 是有正電來決定的嗎 所以呢 剛才講過正電很正常嘛 電位越高電位能就怎樣 越高嘛 電位越低電位能就會越低嘛 因為正電很正常啊 那負電呢 電位就不正常嘛 電位比較低電位能比較大 電位比較高電位能比較小嘛 所以正電很正常 負電不正常 所以我們在前面講電池的時候 講電流的時候會從正極出發對不對 正極是高電位嘛 所以從高電位流到低電位 高位能流到低位能 OK 所以正電正常要流過去嘛 OK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電流的時候 我跟您戴過講過電池的正極叫做高電位 所以電流從正極流到負極 從負極流到正極 但是電池裡面有一個做工啊 把它帶上去嘛 OK 好 那老師有正電負電很麻煩耶 不用麻煩不用管 就三一一就好了 三一一就好了 他會自動調 他會自己調 你不用特別考慮到底誰大誰小 只要你公式寫一對 彈性帶一對 彈性就會對 彈性就會對 OK 就是只要往裡面塞 又可以說出來 比如說 來 我告訴你A的電位比較高 B的電位比較小 那我問你這一一庫的兩個差多少 你覺得帶一的一QV 後面剪前面 一乘負一負一 什麼意思 剪出來的負的表什麼意思 比較小嘛 所以B的位能比較小 A的位能比較大 所以就是差一焦耳 而且我知道是A大於B 我就知道A大於B OK 那兩庫人呢 一樣1等於QV 他進去 我就知道 差兩焦耳 然後也是A大於B 對負三庫人呢 1等於QV QV對待負三嘛 乘以負一變成正三啊 正什麼意思 B比較怎樣 大 剛剛沒有說啊 B的電位比較小 負電比較大 高位能對不對 低電位 負電是低電位高位能嘛 欸沒錯 就差三焦了 那4勒 就這樣算4焦了 所以我說 你算的時候 你不用特別去考慮說 哇到底誰在大誰在小 要不要這樣想 不用 公式寫對 數字篩對 答案就會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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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不用特別去考慮這個 那個 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時候 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就把公式寫下來 往裡面塞 然後呢 就會對了 不需要再做一些特別的考慮 OK